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室外不能只是放写给你 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的区别就在于 你的行为是不是要受到大脑的控制 像小说《三国演义》中写的 曹梦德 青梅竹酒论英雄里面 曹操提到了一个望梅止渴的故事 大体上是说军队长途跋涉 口干舌燥 已经没有了行军的动力了 然后曹操就骗他们说 翻过前面这座山就有梅子吃了 然后兵将们一听到梅子 馋的流出口水 一鼓作气翻过了山头 然后就找到了水源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典型的条件反射 而非条件反射是什么呢 当你用你的手敲击膝盖的下方 你就会有膝跳反应 但是你却无法控制 让他不跳 这就是非条件反射 这个也很好玩啊 那今天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非条件反射的新玩法 如果你指着高处对某人说 快看呐 对方抬头看的那一瞬间 不但会不知不觉的张开嘴 甚至还会提前做出惊讶的表情 各位快找你的朋友们试试吧 在古装戏里 经常有下毒的桥段 这些毒药的名字千奇百怪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贺鼎红了 据说这是一种剧毒 一旦入口 便会置人于死地 无可救药 时至今日 还有不少人认为 丹顶贺的丹顶含有剧毒 其实这都是误传 丹顶贺的丹顶是没有毒的 我们常说的贺顶红 是一种主要含有三氧化二生的剧毒物质 它还有一个俗称 叫做披霜 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吧 因为古代提炼硕石的技术不高 红硕提炼不成的话 物质就会成红色 颜色和丹顶贺的丹顶很像 所以就被命名为贺顶红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ッ international下期再见 EEEU 敬顶贺的丹顶宝贺到尾顶宝贺 数字预迹 中文字预 dispers会到尾顿中的 apparently 海丹顶宝贺 加小力宝贺的丹顶宝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